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昨天有講到這個影片裡面有講到說 Wordpress跟Webly的駕站軟體 駕站平台有什麼樣的不同 然後就有朋友問到說 如果把網頁放在Google的部落格 是不是就比較不會被駭客攻擊 這個答案是肯定的 因為駭客攻擊的方式大概有兩種 一種就是他去 猜測你的帳號密碼 然後去入侵你的網站 那第二種就是他用破壞性的DDOS攻擊 所謂DDOS攻擊就是 有很多個站點發動風暴去做攻擊 舉個比較簡單的例子來講就是 假設你的網頁 你的網站 一天的來客量有 一萬人好了 可是 如果是 一秒鐘裡面 突然來一萬人 那這個感覺是怎麼樣 你的網站有可能會 馬上當機 就掛點了 那駭客的那個DDOS攻擊呢 就是類似這種 大量風暴的攻擊 也許在 就在同一秒之內 可能就好幾萬個人 上你的網站 可是這些人 並不是真的人 而是可能是殭屍電腦 就是之前有中毒的那些電腦 然後在同一個時間呢 發動連線到你的那個網站去 那你的網站就掛點了 那 你在Google這個部落格裡面 叫網站的時候呢 比較不怕這樣子的攻擊 為什麼 因為Google的網站是全世界有幾百萬台伺服器在做分流啊 光是 台灣可能就已經幾萬台伺服器在做串接做分流 所以即使那駭客大量的攻擊你 可是 因為Google它本身夠大 它可以承受的那一個風暴數量是夠多的 所以你在Google架網站是 架部落格其實是不容易被駭客一攻就掛點的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是OK的 那第二個問題是 Weberley的購物車 可以做 ATM轉帳的設定嗎 那它的購物車是用OpenCart改寫的嗎 不是 Weberley 跟OpenCart是兩回事 OpenCart就是 O-P-E-N-C-A-R-T OpenCart OpenCart跟 Wordpress比較類似 他們是 下載回來的一堆PHP的程式 加 MySQL資料庫的結構 然後去租用空的虛擬主機 把這個Wordpress或者是OpenCart這種軟體 上傳上去 然後再install 一步一步把它安裝完畢 那之後的更新 維護 備份 駭客攻擊 都是你自己要去解決的問題 所以呢 跟Weberley不一樣 Weberley是 就 Weberley比較類似部落格 只要去申請個帳號密碼 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但是 去申請的 的這種部落格呢 他 不能夠自己去上傳 用FTP去上傳你的其他軟體 然後去安裝你的外掛程式 這是不行的 所以是 Weberley的 購物車的結構 是一個平台 並不是OpenCart OpenCart是你自己上傳 到虛擬主機去安裝 所以這兩個結構不一樣 不能這樣比較 第三個問題是說 Weberley開個帳號 就可以像Google部落格一樣 開很多的部落格嗎 應該這樣講啦 就是Weberley他本身是一個 帳號 就可以開很多個網站 很多個Weberley網站 你可以新增網站 新增網站 新增網站 一直新增網站 那每一個網站都可以是免費的 這是OK的 然後如果你要付費購買付費版本的話呢 那就是 一個網站就是一個價格 譬如說我要買一個 Starter版 入門版的 大概 一兩千塊吧 台幣 然後 你要買 第二個網站你要把他升級成 Pro版本的 比較專業版的 那要三千塊 大概 台幣 那每一個網站 你可以獨自去升級 但是每一個網站 只要一旦升級成付費版 那你就是一個價格 10個網站就是10個價格 都要分別去購買 那一個 帳號可以開很多個網站 可是每一個網站都是分別基價 那OpenCard可以同時有多個賣場 Webri可以嗎 就好像剛剛的觀念一樣 OpenCard如果你要安裝在同一個虛擬主機裡面是OK的 國外的虛擬主機來講 譬如說 Bluehost的這種虛擬主機 它沒有容量的限制 沒有容量限制喔 所以你要裝幾個 幾個OpenCard 幾個Wordpress都沒關係 但是 它會有 CPU效能的限制 就是 假設你在裡面裝20個網站 OK 它讓你裝 但是如果你有兩三個網站已經 蠻窄了 就是 流量已經很多了 那 你的網站有可能就會 突然 當掉 看不見 喔 那你說 為什麼這樣 因為它是賣的便宜呀 它一年一樣是3000多塊 可是它讓你沒有限制性的安裝幾個網站 隨便你呀 那假設說我今天每一個網站流量都很小 那我可不可以安裝很多個網站 可以 就是這樣 這是今天的回答 那如果你還有不清楚的地方 你還可以再詢問 那有的人問說 我怎麼會知道這些東西 因為我在 西元 200 2002年的時候 那時候就開始接觸一個叫做 OSC的購物車 OS Commerce的購物車軟體 那 那個年代呢 我們就是申請那個 雙向512K 就開始自己叫 伺服器 那你自己叫伺服器呢 你就一定 我覺得就會去找一些國外的這個 免費的購物車軟體 啊 購物車軟體其實很多套 那一直到OpenCard 還有 Opress的外掛叫 WooCommerce 是這幾年來 比較 比較 popular 大家比較知道的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老早在 十幾年前就已經有了 只是因為到現在 大家 比較 對網路行銷已經比較成熟了 以前比較不曉得有這些資源 所以我們是 十幾年前就已經開始在摸這些東西 那以前我也是自己在賣伺服器 網路伺服器 所以你說 有的人會問說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去租用 Bluehost 不要去租用虛擬主機 那我自己買一台伺服器可不可以 要不要那麼大台 不用 現在的那個 Synology 群灰 或者是 威廉通 這種 小NAS 小NAS這種小機器 其實他只要CPU跟記憶體夠 你不會當機 那你就申請一個固定IP的ADSL 然後接上這種小機器 很省電 那你也可以在自己家裡 就可以架設網站 架設在這個小機器裡面 你要架幾個網站隨便你 因為資料庫 跟那個主機24小時開機 這個都是你自己在維護 你也不需要再去付租金給虛擬主機公司 但是 你必須要有這個技術能力 就是網站當機的時候你必須要能夠 把它開機 那你出去玩的時候你要確保 機器不會停機 不會停電 所以這個都是要考量的東西 到後來你會發現 假設你現在有公司 或是你一個人在家創業 那你要去衡量到底要買伺服器放家裡 還是 直接 尾外 直接放在雲端 會比較方便 所以你就要自己去考量 到我現在 我以前自己家裡是一個機櫃 這麼大的機櫃 就在那裡面 你們看到我在TVPS的專訪裡面 我看到我一個很大的機櫃 現在還在裡面 那之前呢 我裡面是放了 六七台 server 六七台伺服器 家裡很吵很吵 然後 有停電的時候就會 整個斷電 雖然有1PS 可是只能撐一個鐘頭 如果是停電超過1個鐘頭 那整個主機全部都會shutdown 全部都要重開 那後來 我也覺得說 那這樣我很不自由啊 那我要出去玩怎麼辦 所以我後來就全部都 丟到雲端丟到雲端 這也是為什麼我到現在 雖然是個網絡工程師 但是我不會想要去加 Wordpress 我不會想要去架自己要維護的 伺服器 我全部都要雲端去會比較輕鬆 所以為什麼我會來 現在會教webally 然後自己的公司官方網站也用webally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這樣 因為 我在推懶人包嘛 就是要夠懶 夠簡單 不要造成以後維護上的負擔 那你也才能夠獲得人生自由啊 可以再吃一點 就是要這麼多的 每一個人都要問 我要講 這也是 我最主要是 在心裡 最主要的 你們 你 會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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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